這條關於Variation的題目 現在 R 與 P 和 Q 成反比 而另一方面, P 與 S 二次成正比 以下哪句適合? 這個符號類似八字 然後開口,就是代表成正比 代表 A 這是什麼? 即 Q 等於一個 constant 成 R S 二次 現在我們要根據題目的這些資料 究竟可以執行A,B,C,D 哪一個選擇 我們分開寫,R 與 P 和 Q 成反比 即是代表 R 等於 constant A over P 和 Q 第二句,P 與 S 二次成正比 即 P 等於另一個 constant Boy 乘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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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乘 我們先把 A 和 B 寫出來 因為這是 constant A 和 B 寫出來 變成 S 二次和 Q 放在這裡 所以我們現在要再看看 四個選擇裡面 沒有一個是 R 做 subject 他發現有 S 二次做 subject 我們就把 S 二次做出來 A 和 B 是一個新的 constant 即是做到的效果 S 二次就是 constant K over Q R 所以 S 二次和 1 over Q R 成正比 而這句話上 即是說 S 二次和 1 over Q R 如果句子寫就這樣寫 OK OK